世界百种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这边要跟大家announce 我们的2020年寒假的AI游学团 现在正式可以报名啦 那今天我这个video会很简短的带大家来了解 我们之后的AI游学团的一些行程费用等等的 当然最后我们在台北的日期 11月2号的下午2点到4点 在台北W Hotel也有一个家长的一个说明会 那当然里面还有参与了其他未来可以去到澳洲 就是在明年去一起去澳洲的时候 有一些投资一些小信息 因为现在澳币一直在往下掉 相对比较低的情况 非常多的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很关心 是否能到那边做一些简单的投资 那这边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游学团 2020年不可抗拒加码的热销 但我们同样的跟我们今年的7月份的游学团一样 那这一次还是重点在AI的英文的科学医 那适合的小朋友们是在年龄11到16岁 当然最好是有英文背景 有英文背景去那边读东西的话 了解东西的话会比较快速 那我们的日期选择是在2020年的2月1号到2月8号 基本上这个是在过完年后的隔一个礼拜 也在开学的前一周 所以你过完年后 你马上就可以飞到澳洲去 也继续的参与这些活动 那我们的不含机票费用呢 在新台币47,190块 那当然我们建议选择是中华航空 但你可以走这个这个长龙也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基本上它的费用 大概机票价钱 我们预估大概都在2万多近3万那个地方 所以加起来大概不到10万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原本的费用 这个我们的一共非常用心 日本费用应该是在5万多块钱的 那刚好又受到这个澳洲政府教育出口补助 所以就补掉了1万010块的澳币的 台币的补助保险 所以基本上费用就落在47,190 那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这个总价里面 我们还免掉了这个 是免掉后的费用是47,190 那前面还免掉了注册费 教育教材费 研习费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当然有这个 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呢 到我们的官网 或到我们的email 写email给我们 我们是info info 小老鼠 amec news.com 或者是直接跟我们联系电话 或者是留言 在我们的脸书 YouTube 或者是LINE 给我们都没问题 我们基本上收的T4在10到20的一班 那一样的 我们还是继续用QB的 这个昆士兰联保 保障所有小朋友出去的安全 等等的一些保险在里面 那我们计价是大概澳币1比22 那当然这个 现在澳币还在上上下下的 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在一个低点部分投资的话 也非常非常好的时间 那2月1号刚好是星期六 所以那天刚好飞 所以我们当天会有这个 这个带团的老师 带小朋友一起在机场见面 那有一些识别 识别方便识别的 就是我们的包包和团服 一般来说是在夹克 等等的 那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那星期天呢 刚好早上会一大早到 会带大家去看那边的皇后街 还有Story Bridge 故事桥等等的 那家当然是吃饭 抱平安 开这个无线网卡电话 那最后就是回到技术家庭 那2月3号星期就开始所有的活动了 那当然这我们迎新啊 我们会在John Paul College 那个地方呢 开始做一些一连串的 STEM STEM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和Mathematic的这个主题 所以第一天就开始接触到 机器人啊 Robotic 然后英文 然后他们透过英文去学 如何用AI机器人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星期一的活动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文艺的下棋啊 等等的 那第二星期二的部分呢 开始就用Drone啦 就是无人机 怎么利用这个Coding写程式编码 然后让这个无人机怎么飞 这是一星期二的活动 然后下午的部分 有这个Currency Shopping Activity 带大家去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了解那边的一些文化 还有当然大家可以Shopping 然后星期三 我们就接触到了这个 了解澳洲的这个原住民文化 专目取火 这其实蛮好玩的 后面还有IoT Design Thinking 那IoT也是跟科技有关系的 也就是物联网的部分 iMovie怎么去透过这个Multimedia 去制作一些你自己的 那这个礼拜在澳洲的这一个 游学的一个Movie 那星期四户外教学 那太好玩了 我们就到黄金海岸 到这个动物园 这个Corumbent Wildlife的动物园 基本上这个上午 那下午呢更好玩了 去Movie World啦 Movie World那边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蜘蛛人啊等等这些Superhero 那星期五的部分 我们回来就是到Certificate Presentation 就是结业啦 那当然最后下午 我们带大家去做一个 保龄球的这个活动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Laser Tag 就是很像在拿的 拿这个雷射枪在玩的地方 最后就回去 回家寄住家庭休息 那最后 星期六 我们会带大家去到 这个维多利亚的高尔夫球场那边 做一个小的迷你高尔夫 做旅游 那最后到中国城吃个午餐 然后New Farm Powerhouse 再带大家走一走 带一带 然后到James Street 来看一下澳洲的 这个一般的环境 那最后就是 晚上就是飞回到台湾了 OK 那这边的简单介绍还是一样 这个我们适合在11到16岁 那我们这个STEM 是世界教育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在全澳洲走得非常前面的 那带大家到澳洲去 那这边有我们带团老师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去参与 到那边去辅助大家 最后呢 就是这边再跟大家说一次 我们在11月2号下午2点到4点9楼 W Hotel 台北 那我们因为名额有限 所以这边呼吁大家 如果想来的 一定要提早跟我们说报名 那我们才有位置留给您 OK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最简单的 很快速的video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到时候 11月2号见啦 拜拜